歡迎收看Series M 難度全攻略視頻 我們這次來到的是最後一關 The Great Pyramid 那這一關呢 要採取一個極端的措施才能拿到全殺敵 所以這個也是上一關就提早做好準備 就是要200血200甲過來 這樣的話這個做法會比較簡單一些 但是呢還是要保證第一場戰鬥要打得比較好 而地場戰鬥呢是一個四波的競技場戰 而且這中間呢有一波是超級麻煩的 那到時候來到那一波我再去解釋 所以我們目標呢就要保留50點以上的盔甲 大概就是這樣了 首先第一波呢是129隻骷髏 而這個又分成三小波 首先前面的一波呢是這骷髏只會從中間來 這時候呢我們只要用機關槍就好 甚至用火箭就可以 看情況不對可以用大炮 機關槍呢是絕對優勝於激光槍的 所以說就沒什麼好說的 然後中間的彈藥包呢會不斷的刷新 所以說我們子彈呢不太需要擔心 這所謂的第一波就這樣結束了 然後第二波呢是比較危險 右波呢是六個出口都會出骷髏 那我們要盡量不要掉血 因為這骷髏都是從 兩邊這六個洞出來 所以我們在正中間來回走呢 理論上是 不會被打中的 但是問題是走著走著可能就會沒有位置 所以我這邊還是要 往這邊來 被鏈錘打中呢有時候是無可避免的 那盡量不要被撲到就好 因為這盔甲的吸收率是 百分之 六十六啊所以說 你的盔甲會掉的很快 而血量呢會稍微掉的慢一些 我去拿點子彈 我覺得子彈不夠用 看起來這波快結束了 我們可以故意留一個怪 然後可以拖一點時間 還沒好 應該是真結束了吧 好第三波呢是只有中間會出 會出六組每組十隻吧 如果沒記錯的話 現在是六十 現在是六十九個殺敵 看說呢會打到一百二十九 然後這個打法可以 持續到 結束嗎 看起來不行啊 因為這個 這刷精 時間是重疊的 還是說五組十二隻 不是我沒數啊 數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OK 那說明是六組 因為是六十個怪 這應該是最後一組 完了之後呢這音樂會加速 那第二波就要來了 這個時候殺敵數呢應該是一百二十九 如果你好奇的話 好第二波呢是牛的波 這個牛的我覺得非常的危險 我強烈建議呢不要省子彈 因為反正這子彈是無限的 我們要做的就是全部都拿炮彈來打 他是一隻一隻往上加 然後下一波呢就是兩隻 他從哪裡出來我是不會記得的 沒有這麼好的記性去記這個事情 然後接下來是三隻 這炮彈是有風險啊 小心這個炮彈不要抓到自己 為什麼說不要省子彈呢 就是如果你用火箭之類的東西 一旦是場面失控的話 你就很難辦很難辦 好中間會稍微休息一下 完了之後呢我比較喜歡站在邊上 我覺得站在邊上是比較安全的 就算就算是從上面這個出口出牛呢 他也是會被扔到在外面去 所以沒有那麼怕 欸這上面出沒有那麼快 比較後面的一波才會出 其實牛我覺得真的是這個遊戲裡面最危險的東西 很容易失控 那這波出了之後呢應該這上面就不會再出了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我們還有呢我們有足夠多的大炮炮彈的 不然的話我總覺得這些不用大炮應該是沒法解的 這應該是 就是最後一波前的前一波 這波結束了之後呢就是六個地方都會出牛 然後這個牛啊它是遵循一個路徑點先繞拳之後再衝過來的 但是呢我覺得我們可以在過程中解決掉一部分呢是絕對的好事情 所以我的目標就是盡量在過程中解決多一點點 不然到時候全部一起衝過來的話就抵不住了 哇這Bug啊不要 不要 這設計的Bug真坑爹 明明你看到我的炮彈 往不對的方向飛 好這一波 是最危險的一波 不應該是最危險的一波 因為最麻煩的一波 首先呢它有 六個紅色機器人出來 然後呢有很多數量的藍色機器人出來 這藍色機器人呢還很煩 因為 如果你把全部紅色機器人都幹掉的話呢 這藍色機器人就不耍了 這樣的話你殺技術就少了幾個 所以我這邊呢 最後一隻紅的要留著 然後把所有的藍的都打死之後才能把它 打掉 然後呢這個紅的呢它會刷三波每波六隻 就是每個隧道出來一隻 就是每個隧道出來一隻 我現在還幾乎不能掉血 這才是最大的問題 所以到第17隻的時候我們就要停下來 就剩一個紅的 那六成三嘛 所以在第三次刷紅色機器人的時候 打到五隻就要停了 然後藍色機器人的一般情況下我就用機關槍 一般來說呢就是第二波第二波紅的出來的時候呢 是最多藍的那個時候是特別特別的危險 我們速度一定要快 不然的話這藍的也會打我們掉血 這就不好 19還行 因為我的血量是超過100了 好了 紅的全死了 然後趕緊不要理這個藍的 我們只要在中間走的話呢是肯定沒有事情 但問題就是 這個藍的如果太多的話呢 它有可能走到中間 走到中間來我們就 在這個中線的方法就不管用了 這時候的藍色呢是刷的比較勤的 所以我們也要清理的比較勤一些 好 最後一波紅應該差不多出來啦 嗯 幹掉了三個 四個 用機關槍打這個吧 不想換槍 好 五個 最後一個呢是在中間的 那我們 等一下 離那個地方遠一點 哇 你這個藍的不要打他 好 先看殺敵術現在是怎麼樣 我們目標的是要323個 那說明現在還有五個藍的沒有出來 我們就需要五個藍的 就等吧 離那個紅的遠一點 但是他會其實會不斷的逼近你 所以說 所以你可能走的時候還是要小心一點 還有兩個 還有一個 我先確認 再確認一下這個數字 現在應該是321 對 321還差一個 好 見到了 好 可以把他幹掉 我的分數呢是103437就對了 好 最後這裡呢還有一波 不那麼重要的骷髏 總共30隻 呃 沒什麼太大的威脅 他不會從這下面出來 我只需要站在這裡就可以了 站在這隧道裡面 等他過來就可以了 這是絕對安全的 因為剛才藍的機器人呢 不能站在這隧道裡面 這隧道他自己會刷藍色機器人 也會刷紅色機器人 也會刷紅色機器人 如果站在這裡的話可能就死了 請抽收 都知道等一下到一定程度之後呢 或是做工廠會來追我們 他在追我們的時候呢 我們沒辦法把路上的怪處理掉 因為路上的怪實在是太多了 他根本就沒想過你需要去 處理這些怪的 那這樣的話呢 我要把這些怪全部清理的話 這裡應該是353 我先看看是不是對 OK 353 那這個競技場戰就結束了 他沒有想過你要處理那些怪 所以你是不斷往前走 然後他會有若干的觸發點 這個每一個觸發點都會取消 叫前一個觸發點出現的怪 所以說如果你一路往前衝的話 這個怪壓根就不會刷完 所以說唯一的辦法就是 只能拖啊拖啊拖啊拖這樣 那這裡呢先刷滿 那這個boss的觸發器是在這個門上 那我們的目標就是不要經過這個門出去 希望子彈弄滿 那這個時候呢又要需要用到這個 流彈這樣火箭的複合跳 所以說150斜是少不了的 但是我之前呢其實操作有點失誤啊 就是我發射火箭的時間太早了 所以說跳的比較矮 之前這種做之前這種距離呢是跳不上這種牆的 因為這個牆太高了 那所以我現在就是要稍微往前一點 這距離好像不行 遠一點吧 好像又太太遠了 然後呢 出來了 我才還摔死嚇死我了 這邊呢我先拿到這個50血量 現在只能拿到50血量 因為拿到這個200血呢應該會觸發下一個那個 刷快點 這樣的話呢這前面東西就不刷了 其實應該還沒 應該應該不會 現在想想 第二個刷快點在那個盔甲的後面 那這裡有很多的牛 我們先把牛處理 之後再處理這些紅色機器人 然後呢就是漫長的等待這個紅色機器人 慢慢刷新出來的時間 這外面還有個紅色彈藥包 我們是可以依靠他的啊 來處理紅色機器人 這些雜怪都弄死了之後就好辦 我們有的地方還蠻多的 所以說倒不是那麼難搞的 另外一種處理辦法呢是這樣的 就是 把這個boss弄出來之後呢 他會把這裡拆掉 拆掉之後呢 剛好剩下一小段牆 然後這個小段牆就可以把boss給卡住 這boss還真是蠢 然後呢就是慢慢來料理這個紅色機器人呢 沒什麼可以講呢 因為他們比較遠 所以我要省點子彈 那我現在這個血量 其實多少讓我有點擔心 不過呢他要接近到一定程度 他才會攻擊你 所以說他過來的時候 可能都已經紅血了 會用一下這個 會用一下這個 只要第一波過了之後就比較輕鬆了 因為第一波過了之後 我們可以拿到200盔獎 還有那個100血 所以說可能不太需要擔心那個 血量的事情 這個太遠 用激光膠 子彈方面的事情呢 確實是比較麻煩 因為我們只有一個紅色彈藥包 因為之後呢還有 東西我們需要處理 不光是這些 所以這邊可以 適當的用一下這些 沒有那麼好使的子彈 例如說火箭 因為這個實在太遠了 我先不好使 好我們的目標呢 是411個殺敵 還順便這BOSS的這個 都出來了 其實我根本就沒有見到他 是不是 411個殺敵 所以我們現在還有14隻 紅色機器人 還有12是不是 這太久了 我都 沒辦法認真再算 11是不是 11 4 11 10 10 11 13 1 17 可能剩10了 9 OK 這裡剛才沒數錯 然後在音樂你要聽到煩 8 7 6 7 後面還刷得很慢 5 4 唉做這種全殺敵這種事情 真的是不得不講 真的是浪費人生 所以大家也不要學我浪費人生 就看一看視頻就好了 不要真的去嘗試這麼無聊的事情 3 按錯事 2 我勸一下409 409對 好 410 現在少一隻 等一等他會出來的 唉別告訴我在裡面露了一個怪 來來來來來 好的 那這個 411就是這個紅色機器人 這一波結束之後 那我們繼續往前 接下來下一波呢 是牛 這個牛的數量呢 居然有146隻 啊 我除了做這個聲音 我都不知道該做什麼 大家在這個地方應該會開始出了 欸 還沒見 我不太能記得大概到哪裡 我不想走太前走太前萬一 萬一他 我不小心過了那條線我就呼呼 一般情況下呢我就站在這裡打看看能不能加速 如果你沒有子彈的話呢我就會去 去旁邊打 按說呢沒有那麼快 沒有那麼快到那條線 按說那個綠色彈藥包也是可以拿的 順便說一下這個200甲最好不要掉 可以不掉的話就不要掉 因為 這後面沒有給你盔甲 這前面還是出的比較快 然後後面開始就越出越慢 像剛才紅色機器人一樣 他後面出的超級慢 那個時候就真的是非常的無聊 現在還 有些看頭 等一下快就沒了 好 然後這子彈肯定是不夠用的 你想想啊 110多隻牛 每隻牛我當你兩發火箭好了 你就可以 算出來我們需要 200多發的火箭或者流彈 這加起來是不夠的 所以說 可能要混搭一些別的子彈滑進去 然後呢 他也是遵循這個路徑點的原則的 所以 如果離得比較遠的話呢 你不打他一槍 他是不會過來的 現在速量開始減緩 這個呢可以這樣 打到紅血之後就不用打了 拿他過來一刀 我們來看看速量現在是476 還遠的呢 我們要557的殺敵 不只能力可以這樣 這數字剛剛好 這個牛應該是250血吧 所以一發火箭 全中的話呢 是剩下 150傷害 那剩下的什麼 剩下的是這個100血 一刀120傷害 基本上就有保證可以 打死了 這裡呢其實真的沒有什麼難題 只是 你要處理這麼多敵人好累喔 所以 看的朋友 也是辛苦你們了 如果你們沒有跳過的話呢 你是 你是 會明白 別說 打的人 看的人 眼淚 跑回去了 離太遠了 然後我是要等他刷的 所以說 現在打太快沒有用 打太快也是只有個等子 你去哪兒 出滴 出滴 這傻牛 打太多 流彈的傷害的是175 所以 流彈的話呢就有點 殺傷過剩 慢慢等吧現在 沒有什麼很好的辦法 你看他刷的還超慢 你看他刷的還超慢 你像剛才那個紅色機前最後一個 你也看到他花了多長時間才刷出來 來我們來看看數字吧 493 這說明我還需要打64隻牛 噢吼吼吼吼 這個要倒數好像有點難 63 我肯定會數錯的 整一關你就看著我拿著準心 瞄著遠處的一個像素 然後在那裡開槍 基本上就是 描述了這一關 全部的內容 62 你要打中他他就往你衝過來 這樣的話你可以連續打中他 不然的話他橫著走 你打不動 好61 我要打開一下Pokemon GO 來看我家有沒有閃嗎 除了這個之外我也想不出 我有什麼東西可以做 60 這是牛嗎 好59 看到你了 主要他一次出很多 那我還好辦呢 不出很多 只能夠這樣等 58 看到你了 他不是難 是無聊 97 那我們來談談之後的項目 首先這個結束了之後呢 會有一個總結視頻 總結視頻呢也是說一說 我對這個項目的感想 其實 我也在做第一個視頻的時候 我就說了 其實我不是很喜歡這個遊戲 呃 這樣講好了 就是這個所謂不是很喜歡這個遊戲呢 是對比 就是說 如果你把DOOM跟CVSTEP放在我面前的話 我可能會挑DOOM 那我所謂的不太喜歡是這個意思 但是 如果你把CVSTEP跟一些我不玩的遊戲放在一起 我當然還是會挑CVSTEP 可是沒有問題啊 而且呢 不得不講啊 在做這個項目的過程中 也是有很多東西 有種改變吧 因為我現在看了 再回去看了一下高新副作版 其實我更喜歡這個經典版 這種樸素的畫質 就是說他 當然是有點古老的感覺 因為這個遊戲畢竟是零幾年的 01年的吧 如果沒記錯的話 那也是18年前的遊戲了 那肯定是 會比較簡陋 但是 高新副作版的那個光影效果 我覺得有點 太過了 反而不太適合英雄少母這個遊戲的主題 雖然說我這樣講是有點 不太好理解到底在想什麼 但是 大概實際狀況就是這樣的 然後在總結視頻裡面呢 也有之前我說過 沒有 沒有演示的一些東西 包括上一關 因為上一關呢 有那個 秘密地點的事情 然後也有那個 棕櫚樹的事情 都會演示一下 然後想想這個難度 其實我原本呢 是覺得 首次出擊的Series難度是比較難的 我可能中間會卡長時間 反倒是 沒有卡特別長時間 只是 有些細節上的東西看怎麼處理 像 這個殺敵數的這個問題呢 是很難辦的 因為這個 這遊戲呢 幾乎很多關都是沒辦法全殺敵了 所以到底什麼是最大的頭呢 是沒有人知道的 尤其我參考的視頻呢 他有時候他也沒有做對這個數字 有時候他是對的 所以說我這個參考就沒有問題了 但是他不對的時候 那我要怎麼知道才能不對的 這些東西都是偶爾發現的 這也是為什麼卡納克那關呢 我要有兩個視頻 我又打了一次 就是因為呢 後來發現這個 1127才是最多 至少是我 跟他討論之後的結果是最多 那所以我又忍不住要回去把那個 1118的給推翻了 要做一個 127才覺得有說服力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人把那兩個視頻都看了 但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很扯 那時候我也在 當時我拿到1118的時候 我也在想 哎 無論怎麼樣這關我也不想搞了 因為卡納克那關實在是太無聊了 當然啦卡納克那關呢多少還是有點難提在裡面 只是最後那場戰鬥呢 我個人覺得不太公平就對了 所以我就莫名其妙的又回去做 然後這個回去做呢 還不那麼容易 這個第二次做呢 也是犯了很多的事情 像那個 有一個刷怪點 我不是說你走太外面 就是在這個 生命護符的水池 生命護符形狀的水池 旁邊 角落 會有一個自暴和骷髏的陷阱 我說了如果你太往前走的話呢 他會取消他的那個觸服 刷快點 他就不刷了 這樣的話你會漏殺敵嗎 然後呢有一次呢 我就正好在一邊講這句話的時候 一邊不斷的往前走 然後走著走著 欸他不刷了 然後我還在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自己可以這樣 就是可能我 想東西說東西 跟我手 根本就不是一個腦袋控制的 所以我一邊在講說 不要往前走 然後我手就一直在往前走 因為那裡啦 你打熟悉了之後呢 你是會覺得 很輕鬆就可以推到外面去了 順手推了推這樣 然後就外就不刷了 這30分鐘又浪費了 因為打到那個 生命護符的水池那個地方 大概花個20-30分鐘這樣吧 然後還有一次呢 是死在最後的那場戰鬥 被你又推到那個紅色機器人裡面去 那這樣的話50分鐘就沒了 你也可以想想這種東西 這個失敗的錄像真的是太煩了 卡奈克那關呢 但是我失敗錄像最多最多的影片 所以 從考慮到之前 以為自己成功的那次1118來看 那個也算在裡面的話 可能我花了10個小時 就是為了做那個1127殺敵的那個 錄像 那個那個視頻出來 那搞不好到時候再研究一下 說不定我又漏了兩個 那我就真的不會去管 因為現在都 然後這個時候 我是 最多就在總結視頻裡面演示一下 雖然說 我不覺得可能會有改變 是不是牛啊 看不太清楚 所以那時候呢 其實做之前 我也做過那個 高清復刻版的 挪摩難度嗎 那時候呢 我最擔心 那時候發現最長的是 盧克索河 和卡拉克 所以說那時候做之前 是最擔心這兩關 但是實際上呢 長的關 真正最長的關 並不是這兩關 是那個大都市 Metropolis 這要講 就是我覺得大都市那一關 不應該花這麼長的時間 但是就是說 我沒有真正的 把那個地圖研究得很透徹 我就 每一次練習的時候呢 我怎麼走都沒有試過 露那個 那個子衣雜兵 我是從來沒有試過 所以說那次 我看到自己露了100分 我還在奇怪 我說 欸 原來可以這樣 原來這裡頭會露100分的嗎 我真的從來都不知道這件事情 欸 突然出好多牛啊 還行 欸 突然出好多啊 欸 這樣真好 流弹打牛有什么问题呢 有时候这个牛啊 他会跳起来 像这样 这样的话 你的流弹呢 可能从下面穿过去 所以说 我平时不太喜欢用流弹打牛 是这个原因 反正他也是往里冲过来的 所以用火箭 好像是没什么太大区别 就对 一般情况下 这边说一下 最终Boss战的时候 除了机关枪 还有大炮之外 其他所有武器都是没什么鬼用的 所以 其他武器呢 可以轻松的打到空 当然留点机关枪 可能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就对了 不过里面呢 他有给你弹药包 我倒是看看这个杀敌数 538 那距离于557 还有19个 那说着说着事情都过去了不少时间 那就太好了 算错数了吗 40 OK剩17 我们来数一下 这数数肯定又数错了 像我们Troperies里面数那个骷髅 我也是数不对的 诶 你别走啊 OK 打中了 16 继续努力的等吧 看到牛出来了 这是内流满面啊 这就是内流满面啊 这是内流满面啊 哦 15 我看有个点过来了 看有个点过来了 14 我看不到你会从哪里出来 诶 有变率 诶 两只 三只 四只 五只 诶 开心 三只 四只 哦 现在应该剩10 这是牛蛙 对 那边那边那只也打过来 现在应该剩10个 9 8 7 6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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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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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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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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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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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10 9 對於跟最後開門的那一堆我都寫在一起 我們只要看到最左邊那一位變成圈之後現在是1變成0之後就要抓準備了 因為我說了現在這時間不是線性的 它是會變快的 我只想用流彈我怕這個流彈不知道什麼彈到自己 這就不好了 不過隨便 看起來好像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看起來差不多結束了 對差不多結束了 然後就會聽到一個開門的聲音 這就是開門的聲音 然後這個時候下面還會刷一點怪出來 我們就在上面等好了沒有那麼快 我拿一個吧 我剛開始來到這裡我還有點怕我以為 我以為把遊戲搞壞了 實際上沒有 自爆 自爆還很蠢 很多時候他上不來 我還會看起來 不是想下去嗎 怕 然後呢會刷藍機器人就沒記錯 噢 骷髏 骷髏完了才是藍機器人 藍機器人完了之後還有幾頭牛就真的結束了 哇 這邊還好沒有被他搞到 兄弟你可以不要卡在下面嗎 聽不清楚是音樂 應該是藍機器人了 哇牛 直接牛了嗎 還是說根本就沒有藍機器人了 我記錯了 OK 這個紅機器人 OK這樣的話呢殺敵數應該是668 少了一個 少了一個自然是BOSS OK那我們可以長途拔射回去一開始那個地方 順便說一下這個分數完全是一個單參探的分數 所以多了100分 你想想是不是Metropolis裡面因為打 因為露了一個紫衣雜兵 所以我們就單參探的分數 然後打他之後就解決了這個單參探的分數 突然發現是不是有點喪失這個想法 說說說覺得有點噁 如果你選擇通過那個矮牆來卡BOSS這種形式 到前面這裡來的話呢是稍微有點危險 因為你來到前面上面這個地方啊 這個時候BOSS也會差不多來到你等開門之後的那個 那波敵人呢 你要同時躲BOSS的子彈 確實是比較危險 如果你能保留血量這麼多 的話呢確實就像可以像我這樣做 這也是為什麼我要從上一關帶200盔甲過來 因為這一關一開始的地方他只給你100盔甲 然後這個競技場裡面是不給血 不給盔甲只給血量的 這一點很噁心 那我們就不看了 我們現在暫時還不能打他 在真正面對他最後一個型態之前呢 我要先把他的血量削到大概只有四分之一 這樣的話會讓我最後一場戰鬥會簡單多 不用上去之後再打他 然後這個BOSS呢 是這樣的就是你把他打到殘血是沒有用的 因為他會回血 所以你只要打到差不多就可以了 差不多是什麼意思 就剛好變紅的時候 你打到他差不多變紅的時候 你就可以已經可以看到他 就是他的恢復速度會越來越快 那所以到紅色的時候呢 你只能通過就是偶爾打他兩下來控制住 呃 沒可能說直接把他血打下去了 現在他血掉還沒出來 所以我還不能打他 他把這些東西都拆掉了 你以為有點好 雖然不知道 我雖然覺得應該不會死掉 這邊這個BOSS如果踩到你的話 直接就死了 你可以看到 就剩了這麼一段小牆是不是 因為這BOSS呢 他還很蠢 他走路呢很喜歡走的走的 突然間在原地咆哮這樣 所以你理論上是可以穿過 就是走的比較快 然後你可以用這一段小牆壁把它卡住 然後還有一個事情呢 就是這樣的就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 這樣做的一個問題 導致了這個BOSS的觸發點 有點問題 所以他走到那個 大概 我們可以讓牛刷出來那個觸發點那個位置 他就不動了 我說這樣就不動了 看起來 看起來 看起來就他只會走到這個地方 因為我上 我在研究的時候 他也是這樣 他不會往前走 對他會做這個東西 這也是為什麼繞著他後面這種做法呢 也是可以成功 就這樣 那我們先用大炮打他 反正他就是一個火把 就站在那裡 我的猜想呢是這樣的 就是 我每次往前走 讓前面的怪刷出來的時候呢 他就可以突破這麼一個障礙 但是因為我提早把觸發器踩了 所以他現在這個BOSS就傻掉了 他說為什麼你可以 直接到那個 前面的地方才把我叫出來這樣 所以他現在 手足不錯 不知道怎麼前走才對 大概到上面那個 最高分數的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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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叫什麼來的 破獎牌的那個位置 就應該是紅血 我這邊可以用火箭 你可以看到他的血慢慢的在贏 太帶回了 可能不是那麼明顯 可憐的 可憐的BOSS還被我們玩壞了 應該差不多了 應該差不多了 好 我們到這個飛團上面 這樣才是我們真正的最終戰 然後呢 我們要 運用這個 飛碟產生的激光把它解決了 那 這激光的觸發就是 我們要跳四個 動 然後這時候呢 他會掏出他的槍來 他的槍呢 有幾種攻擊 有四種攻擊模式 首先 呃 是 右下角這個熔岩槍 熔岩槍呢 會打出一些 火球來 熔岩球來 跟熔岩魔像的那個有點像 他這個位置好像不是很好的樣子 欸 他要站定住啊 兄弟 兄弟 看點是 他要用什麼 這是導彈 導彈呢 我覺得是比較可怕的 可能他傷害很高 但是 是可以用激光槍把它打掉 好 注意看 這中間這裡有一個發光的地方 我們最重要是讓他站在那個地方 不然的話呢 我們這個 激光槍對他是沒有效果的 就是這個飛船上的激光槍是沒有效果的 OKOK 然後右上角的那個 藍色呢 是電槍 電槍呢是 只要 移動就行了 左下角是激光槍 激光槍也是 移動就行了 只有熔岩球跟那個 噢還有他自己會噴火球 噴火球呢就是那個 Highlander的火球了 我們用激光槍很輕鬆就可以把它解決了 激光槍是真的要躲 我們先等他過來一點點 他離得太遠了 等他腳踏到那個格裡面 我覺得還沒到 這個呢也是可以打掉的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第一波不行可能還要搞第二次 搞第二次就不好了我想說 因為這個還有一點延遲 所以說 他不能走出去 但是現在看起來他的位置應該是蠻對的 然後順便幫忙打一下炮彈 好 搞定 YES 過才一百萬分 他說不是大小的問題 而是你如何利用好你的大小 好感動啊 機關過嗎 機關過嗎 好 幫你打這個號碼呢 不用先打一 他又打一次 你打算 我打算 你打算 你打算 你不覺得 我打算 但你打算 你打算 還可以打算 我打算 賛賀 I guess you're not home right now I have a special delivery package for you I'll be here soon to give it to you in person I'm on my way over right now Thanks bye 那個應該是流言語音了 然後這個Sam說 他說是Series Sam找這個Mental 然後我要正在過來找你的路上 然後我有個特別的包裹送給你 好了那麼這一關就到這裡結束了 好了Series Game Finished 那就是Series難度的通關 然後Mental Mode is now enabled 那就是還有一個所謂的高難度 當然這個所謂的高難度呢 跟Series難度各有各的難度比吧 好那麼我們終於結束了 按說6734的怪裡面可以達到6616的怪 那就是最多的數值了 我猜 好的那麼我們今天視頻就到這裡結束 我們最後還有個總結視頻 那我們有什麼剩下的東西 就在總結視頻裡面講吧 我們下視頻再見 啊開心